哎,师父,感恩师父 哎,给我看出童物 六四年,一九六四年,树大龙的 六四年,想看什么,讲吧 我看我的身体,我整个身体都不好 就心脏 看一下,看一下 哎呦,哎呦,你的脉搏跳得很弱呀 是的,是的 你想想看 我告诉你,你这人的一辈子啊 就是担惊受怕到现在 是的 而且你这个害怕的程度是很厉害的 明白了吗 所以你的心脏比较微弱 而且呢,你的血脉上不来 脚经常冷的 手也冷的 是的 而且我告诉你 你的手啊,老得比你脸还快呢 是的 因为你的手这里血液根本下不去 下不去之后呢 你的手啊,就皱起来了 你要记住 任何血液不到的地方 那皮肤就会皱,就会老起来 嗯,师父 你看看我身上的有良性 我看一下啊 哎呦啊,你哎呦,你上辈子欠情债很多 哎呦,走掉过一个了 已经被你超度过一个走掉了 嗯,我给你讲过没有啊 这个在我身上闹着 啊,我跟你过去跟你讲过吗 你过去有一个啊 对对 啊,对对对 现在又来一个了 现在我身上,现在我身上这个很厉害 在我身上打这儿这儿,师父 哎呦,乱来的 他乱摸乱来的啊 嗯,嗯 这个灵性,我告诉你,很厉害的 嗯 你欠啊,你再欠好了 师父,我我 都是你欠的情债啊 对不起,师父,我错了 啊,这不要搞啊,不要搞啊 我告诉你啊 你欠人家情,你还不完 他死掉就死盯着你啊,这还不懂啊 嗯,师父 我念了一共大约将近两千张小房子了 就是被你超度掉一个很大的冤结了呀 现在这是另外一个呀 嗯,这一个老是在我背后 在我身上处流的跑 哎呦,你自己很清楚的 你你清清楚楚 他在你身上,在哪里,在哪里 你都很清楚的 嗯,对对,师父 我就跟你说,他现在不肯离开 他给你的意念就是我不离开 我就要在你身上 师父,你你你救救我 你和他说说,我好好在念小房子 你小房子到位了,他就走了呀 你不到位,他当然不走啊 嗯,我现在就是许了一个八百念完了 那我现在就是二十一一波,二十一一张 二十一一波,七张一发这样 还要,你还要,你至少还要三百八十张啊 哦,就是我再许上个念三百八十张,师父 啊,啊,啊 听得懂吗?好,好,好 像这种事情只有你自己的 念你自己背啊,没有办法的 是的,是的,师父 很多人就在死的时候他来拉你啊 来弄你啊 所以每个人死的时候都死得很惨 听得懂了吗 是,是,师父 你现在早点还完 早点还完不是挺好的吗 好的,好的,师父 我这,我这在压力念了将近两年经了 两年了 很好 就是一直在那念 我身上都得绑着东西 不然他追着我打地就这儿,师父 绑着东西,绑着东西也是你一种感觉呀 因为他追着你的话 你不绑着东西你怎么走路啊 你怎么弄啊 对,对,对 他整个让你头都晕的 你还不知道啊 是的,是的 我脑青片吃了好几壶了 我就跟你讲了 你跟我记住了,没有办法的 这个都是过去啊 你作为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整天去弄人家女人啊 所以这辈子 对不起,师父 所以这辈子你头女人就是 他就是来报应啊 来报复你啊 对不起,师父 我错了 师父,你帮我 你帮我看 现在我身上就一个了 就这一个了 是吧,师父 我现在看到就这一个呀 眼睛 就是他对我 眼睛有点 眼睛有点长得像 像那种 苍变鱼一样的那种眼睛 很吓人的 哦 师父 就是我许个380张 现在许个数 380张 他会对你好一点 今天你打进电话来 好 师父讲话嘛 他总给点面子的呀 好的,师父 你讲没用的 我还 你讲了他不会离开的 好的,师父 感恩你师父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经常还让你的腿啊 让你的腿脚不利索啊 他弄你的腿啊 对对 对对 你要知道啊 对师父 我跟你说啊 不要乱来啊 主要我心脏厉害 这狗的心脏上下前后 这狗的心脏厉害师父 嗯 那我帮你看看啊 嗯 感恩师父 哎哟 你的心脏都肥大了 哎哟 那搞你呀 搞你心脏都肥大了 所以你心脏前面不舒服 你会放射到后背的 后背也不舒服 对 对对师父 对对 好了 懂啊 要懂事情 嗯 看我呀 我这样用不用 李佛每天念几遍了李佛 我念五遍 啊 要念的呀 好吧 嗯 嗯 原来师父 你帮我看的 我身上是一个动物 那个动物走了吗 走了走了 哦 就现在是 不是动物了哈 现在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哦 哦 是个男的 是个男的 哦 是的 是的 在我身上前后转很明显 师父 他还打你的 他经常动了一下子 你这里就 呦 抽筋一样的 那里打你一下 就就跳心 啊 他打你心脏呀 要明白 对对 就是心动一跳 动一跳 对对对 对师父 现在明白了吗 师父 那我用给他放松吗 那里佛要给许个书念 还是光就念五遍就行 许个书啊 我刚刚帮你许过了 叫你念三百八十张 你为什么不许了 啊 好 我许三百八十张小房子 感恩师父 我就是说 那个念念礼佛 用不用许个书念礼佛 啊 念礼佛是吧 嗯 念礼佛一百八十遍 嗯 好 好 然后师父放松呢 放松呢 放松呢 放松是吧 放松三百条 哦 好 还有啊 还有一个事情啊 家里要把大杯就开着的 啊 我开着的师父 开着的 还有啊 如果上卫生间 脑子不要乱想啊 绝对不能坐在卫生间里看东西啊 哦 好的 你每次用卫生间他都跟进去的 很像的 哦 是的 是的 我也有时候拿着拿着手机个就发发了 啊 你发发发发他就在你身上 你听得懂不啦 哦 他一直就是一直不得不离开我 现在知道了 是否再说 你帮我看上我家里有没有灵性的 家里 几几年是什么呢 1964年是大龙的 就他了 就他了 家里面有一个 就是他 有一个小的一个贡品一样的东西 在你的 在你的这个房子的右上角 吊在那里 有一个东西 就是像人家一个佛刊一样的东西 就是像人家一个神坛里边的东西啦 在右手边 右手边 右手边 房子的吊在那里 吊在那里 吊在那里 屋里边 有个箭师傅 哎呦 你看看看 师傅跟你说了 哎呦 哎呦 师傅这个箭是是我儿子屋里里 把他放在根子上面架 然后拿下来 好 赶快偷偷的把它拿下来包起来呀 箭怎么能吊的啊 箭吊着他就给你打了 哦 好 哎 师傅这样问你这个这个东西 念多少张小房子 这个没有什么小房子的 这个把它拿下来就拿下来了 好吧 如果你要 你要保险一点 我念三张就可以了 给房子的药精子 好 因为你刚刚前面已经 房子的药精子 我已经给你全部都开好了嘛 好 好吗 好 房子药精子 房子药精子 我前面念了好多好多了 念了好多好多 但是我老是听着这个声音太响了 师傅 你饭还吃了好多好多了 你长到这么大 你怎么不讲啊 你不要 我知道师傅 不要往后去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师傅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又给我的房子药精子 念三张就行了 不用再加了 不要了 不要了 就把小箭呀 我的意思就是小箭三张啊 好 就是小箭 我是写 就写给房子药精子 名字行了 是吧 我跟你说了 我刚刚跟你看到了吧 你说是个像个神器一样的东西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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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上拿下来 我一直 你们这些孩子没有师傅 帮你们看 你们知道自己自己 就像刚才那个人一样 大悲就不放 天天放心金 能言咒一放 放到来全家轮着生病 你前面再去听听看 所以你们要听师傅话的 不要乱来啊 学播的东西还要骄傲 还要自己乱来 哎 有的是孩子 孩子 孩子 本来结婚嘛 装修了 他在家弄的 我这又回来做了 又病了 又回来了 谢谢 谢谢